歡迎來到遊戲物理約束 Part 1 約束基礎 這是於2020年2月在台灣的一個 Unity 開發者聚會上所給的講座 這是重新錄製的版本 我的名字是周明倫 平日的工作是在玩Pico做遊戲程式設計 專進於機制實作與AI 閒暇時刻的興趣則是研究遊戲開發相關的數學、物理、圖學 以及程序動畫 還有就是會做一些遊戲開發相關的教學 過去做的教學可以在我的網站 allencho.net上面找到 另外我有在Github、Twitter和Patreon上面活動 帳號是theallencho 還有我在LinkedIn的帳號是明倫cho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教學最後可以做到什麼結果 我們可以將這個正方體的一個角 那這個約束就是x等於0 那如果我們要把物件的y坐標定在0的話 那就是y等於0 同時要把物件的x跟y坐標定在原點 也就是物件的位置在原點不會動 那這個約束就是xy同時等於0 另外一種約束是不等式約束 就是當我們需要等式的一邊大於0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相當於就是在只有c小於等於0的時候呢 我們施加c等於0這個約束 提到遊戲物理 不少人腦海中想到的應該是一些物件撞來撞去的樣子 那是鋼體物理 約束是更高階的概念 鋼體物理的模擬 就是兩個物件之間不要互相穿透 也就是兩個物件之間的距離要大於等於0 這就是一個不等式約束 用約束的角度來看鋼體物理模擬的話 可以把鋼體物理跟其他不同的約束混在一起解析 所以可以用一個有系統性的方式去解析所有的約束 讓整個遊戲世界符合物理需求 非鋼體物理的約束還包含了像是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固定 或是把一個物件的點定在另外一個物件的另外一個點上 鋼體物理會用到的約束叫做接觸約束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兩個物件之間的距離要大於等於0 現在來看看位置約束和速度約束 當c等於0這個約束的c是一個位置的函數時 那我們就稱這個為位置約束 例如我們把一個物件釘在原點上 x跟y各等於0 所以當我們每一次更新的時候都讓物件的坐標x和y等於0 那這個物件就會永遠地被釘在原點上 這個位置約束對應的速度約束 就是c對t為分 t是時間 我們得到c大等於0 那剛剛的例子 定在原點的例子對時間為分 那就是x跟y 速度分量各自等於0 那什麼時候要使用位置約束 什麼時候要使用速度約束 使用位置約束的話 可以讓物件立即性的滿足約束 使用速度約束的話 不一定讓物件立即滿足約束 但是可以達到軟性約束的效果 這之後會多做解釋 先來看一個例子 這是地面約束 我們要讓一個物件不要掉到地面下 那就是讓它的y坐標大於0 這個不等式約束對應的等式約束是y等於0 實行條件則是y小於等於0 仔細想想的話很合理 在程式中會寫的就是 當物件的y坐標小於等於0的時候 我們讓它的y坐標等於0 這個位置約束對應的速度約束是 線性速度的y分量等於0 那要如何修正這個位置無差 先回頭看一下位置約束的式子c 它除了代表位置約束以外 也代表著位置無差 例如這個地面約束範例裡面 c等於y y除了代表當下的垂直位置以外 也可以表示陷入地下的誤差量 我們可以用這個誤差量y 來修正垂直的速度量vy 原本我們的修正法是vy等於0 現在我們加上一個修正項 β除以h乘上y等於0 β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h是delta time y則是我們的位置無差項 把這整個項目移到等式的右邊 這就是我們vy修正之後的結果 當β等於0的時候 我們沒有對位置無差做修正 當β等於1的時候 下一次積分位置的時候 就可以完全修正位置無差 這個技巧叫做Bomb Guard Stabilization 如果β介於0跟1之間像是0.5 就不會立即修正位置無差 而是慢慢的隨著時間修正位置無差 那修正速度跟β之間的關係要怎麼求呢? 這個精確的求法是我們另外一篇教學的主題 有了等式之後就可以在程式中實作了 首先 先對速度做積分 這是受重力影響的積分 接下來檢查 位置約束有沒有被違反 有被違反的話就施加速度約束 這是剛剛提到的 -β除以delta time乘上位置誤差 最後是位置的積分 速度乘上delta time 然後加到位置裡面 現在來看看結果如何 我現在用的β是0.2 當球掉到地下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明顯的 是慢慢的恢復到地面上 如果我用一個高一點的β 0.7 則可以看到它陷到地下 恢復的速度比較快 接下來看速度約束的通式 可以寫成兩個矩正相乘 加上一個項目等於0 簡寫成jv加b等於0 我們稱j為jacobian matrix 加克比矩正 通常就叫它jacobian v則是速度矩正 裡面是速度的分量 目前我只列出線性速度的分量 但是當我們需要約束角度速度的時候 也可以把角速度分量放進去 最後一個項目b是偏重 像剛剛的速度修正項 bomb guard stabilization 就屬於偏重的一部分 這個等式的意義就是 各個速度分量的線性組合 加上一個偏重等於0 像上面這個等式就是 vx乘上一個係數jv1 加上vy乘上一個係數jv2 再加上一個偏重等於0 那現在把jv加b等於0 套入剛剛的例子裡面 剛剛的地面約束等式是 vy加上修正項等於0 那j就是代表vx跟vy的係數 vx不存在 所以vx的係數是0 vy的係數是1 那jacobian這個矩陣就是01 修正項就是β除以h乘上y 有了同時jv加b等於0之後 我們來看看 當v代入jv加b不等於0 代表約束被違反的時候 要怎麼修正v 才可以重新代入jv加b 並且讓它等於0 先來定義一下 v1是一開始違反約束的速度 代入jv加b不等於0 v2是修正之後的速度 代入jv加b等於0 v2-v1就是速度的修正量 速度的修正量 也就是變化量 乘上一個質量矩正之後呢 就是修正的充量 修正的充量 施加到物件上 就會造成v2-v1的速度變化 重新符合速度約束 那這個修正充量呢 等於l乘lambda l是一個向量 代表充量方向 lambda是一個純量 代表充量的大小 所以我們要先求出 l跟lambda分別是多少 上面提到的質量矩正m 在我們的v4二維向量的情況下 質量矩正是一個2乘2的矩正 對角線為物件的質量m 非對角線則為0 然後我就直接說了 l等於j的轉置矩正jt 至於為什麼會等於jt 之後會再做解釋 知道l等於jt之後 代入這個式子 會得到v2等於v1加m inverse jtlambda 然後我們就知道v2是修正後的速度 所以代入jv加b會等於0 就會變成j乘上這一大項加上b等於0 重新整理之後可以得到 jm inverse jt乘上lambda會等於負的jv1加b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lambda等於負jv1加b 除上jm inverse jt 一般我們會把jm inverse jt的導數 整理成一項有效質量項 所以lambda就會變成有效質量乘上負jv1加b lambda是所謂的Lagran日乘數 記得lambda本身的意義還包含了是修正v的充量大小 現在回頭看一下剛剛提到的l等於jt 為什麼呢? 為什麼修正的充量會平行於jt? 再回頭看一下剛剛的速度約束等式 jv加b等於0 如果v是一個三維向量不是二維 是三維的話這個等式看起來像什麼呢? 有三個分量乘上三個係數abc xyz是v的分量abc是j的分量 相當於j與v做內積 再加上一個d第四個項目等於0 這看起來像什麼? 這是一個平面的等式 當一個點不在平面上代入左邊這個式子會變成什麼呢? 會不等於0 不在平面上的點就相當於不符合約束的一個狀態 符合約束的話就是把點移到平面上 讓約束或平面式子重新等於0 一個不在平面上的點 最快能夠移回平面上的方向 就是平面的髮向量 也就是abc 也就是j的係數 這就是為什麼修正的充量平行於j 那為了符合速度的維度 我們取轉置矩正變jt 打個比方 假如世界中有兩個約束 c1跟c2 就好像是有兩個平面一樣 那當下世界的狀況是這個黑點 同時不符合c1跟c2這兩個約束 因為它不在兩個點 兩個面上 那要如何讓這個點 達到最佳解 也就是c1跟c2的共同交點呢 那就是交付的對 c1和c2做投影 也就是往他們各自的髮向量移動 移到平面上 所以先對c1做修正 修正到這邊 然後再對c2做修正 再修正到c1上 然後修正到c2 這樣子多做幾次呢 就會收斂到c1跟c2的共同解 同時符合兩個約束 我們有了速度約束解析的通勢之後呢 來試著用它解解看 一開始提到的地面約束範例 這是速度約束的通勢 這是地面約束的式子 地面約束的式子可以寫成 01這個矩陣乘上vxvy這個矩陣 再加上一個偏差項等於0 Jacobian就是01 1偏差項就是β除以h乘上y 記得y是位置誤差 然後lambda這是剛剛的式子 -jv1加b除上jm-jt等於 m乘上-vy1-β除以h乘上y vy1就是vy一開始的速度 最後得到速度修正量等於m-jt lambda m-jt可以跟lambda其中的一些項目互相取消 最後得到速度修正量是-vy1 也就是vy1的初始量減掉這個修正項 這個修正量加上一開始的初速 vy1就會只剩下最後這一個-β除以h乘上y的修正項 這個就符合我們一開始求出的解答 剛剛用兩個平面交替投影的例子來示意 要如何用迭代的方式找到兩個約束的共同解 那如果我們不要一步一步的迭代 逼近於共同解 而是要在一步的情況下 就求出共同解可以用多重約束這個技巧 約束呢寫在一起 同樣的我們先看二維的狀況就好 所以v是一個二維向量 j1是一個1乘2矩正 j2是一個1乘2矩正 剛剛的同時jv加b等於0 j就等於是j1和j2垂直並排 所以j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一列的矩正了 現在是一個2乘2矩正 b呢也再也不是一個存量了 它是b1跟b2垂直並排成為一個2乘1矩正 lambda剛剛寫成 -jv1加b除以jm-jt 但是因為j是一個2乘2矩正 所以這個分母已經不再是個存量了 我們不能這樣寫 我們必須把lambda改成 -jv加b前面灌上一個jm-jt的反矩正 最後得到的速度修正量m-jtlambda 式子其實並沒有變 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 這個維度呢還是符合於速度效量的維度 所以相加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來看一下一個不同的例子 點約束 如果我們要在二維空間中 將點釘在一個固定的點px py上 那它的位置約束就是x-px等於0 y-py也等於0 要求它的速度約束就是把這兩個式子對時間為分 得到vx vy各自等於0 對應於一開始的通勢 jv加b等於0 jacobian呢是1001 因為vx跟vy各自的係數都是1 然後偏縱向 套用剛剛的Volnguard Stabilization技巧 那修正係數是β除以h乘上位置誤差 也就是位置約束的式子 將右邊的式子移到左邊 然後繼續算 這是lambda的公式解 這是v2的公式解 兩個代入之後呢 可以得到v的修正項 Δv等於右邊這一項 這個式子看起來是合理的 因為當β等於1的時候呢 下一次位置積分的時候 就會完整修正位置誤差 當β是介於0跟1之間的數字的時候呢 只會部分修正位置誤差 那這其實也是個常見的效果 像是β介於0跟1之間的時候 然後px py等於滑鼠位置 那就可以讓物件慢慢的隨著滑鼠位置移動 接下來把剛剛算出來的速度修正 套用到程式裡面實作 c是位置誤差 這一整項是速度修正量 套用完之後呢 乘上一個0.9 這是一個暫時周壁用的阻尼項 讓數值不會爆炸 至於要怎麼從想要的阻尼效果 推導出準確的阻尼項目呢 這是另外一篇教學的主題 之後會講到 最後把修正過後的速度 用來積分位置 現在來看看成果如何 可以看到正方體 用有彈性的方式 跟在球體的後面移動 現在的β是0.01 如果我們將它提高5倍 就可以看到正方體跟著的速度變快了 跟著也比較緊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的都是二維的位置跟二維速度 如果要再追加考慮二維的旋轉的話 那位置向量就會從XY變成XYA A是二維的旋轉角度 速度向量就會從VXVY變成VXVY Omega Omega是角速度 質量矩陣會從這個2x2矩陣變成這樣的3x3矩陣 多出了一列跟一行 第三項對角項 這一項是二維的轉動慣量 然後JV加V等於0 以及Lambda兩個的式子並不會改變 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 這些維度相成之後還是符合的 現在來看一個旋轉約束 要把物件的旋轉角度 釘在一個固定角度Data上 這個跟剛剛把一個物件 釘在一個定點上的有點像 所以我就快速帶過 這是位置約束 對時間微分得到的速度約束 是角速度等於0 然後套用到JV加V等於0的通勢上 J是001 因為線性項都是0 只有角度項係數是1 然後偏重項呢 就是Balmgard Stabilization的修正係數 Beta除以h乘上位置誤差 把右邊的式子移到左邊 然後再看看一開始的公式 Lambda跟V2都沒有改變 最後套用到DeltaV的公式裡面 就可以得到-Beta除以h乘上位置誤差 這一個結果跟一開始另外一個定點約束的結果非常像 現在我們把維度從二維推到三維 包含旋轉的話 V這個向量會變成一個六維向量 前三向是線性速度的分量 後三向是角速度的分量 在三維裡面角速度 Omega是一個三維向量 方向是旋轉軸向 長度則是角速度的大小 然後呢 質量矩陣會變成一個六乘六矩陣 左上角是對應著線性速度的三乘三對角矩陣 然後裡面的對角向是物件的質量 右下角是轉動慣量矩陣 一個三乘三的矩陣 對應著轉動的角速度 那質量矩陣的反矩陣 左上角就是剛剛的質量對角向取倒數 右下角呢 則是左邊這個轉動慣量矩陣取反矩陣 變成I inverse 形狀不同的物件 它的轉動慣量矩陣也會不一樣 一些常見的形狀的轉動慣量矩陣 可以去Wikipedia上面查 現在總算要看這個教學的最後一個範例了 這是一開始的正方體一個角落盯在空間中一個點的範例 先定義一些變數 正方體的中心也就是它的位置是x 中心到角落的向量為r 空間中它盯住的點是p 所以位置約束是x加r-p等於0 對時間做微分得到速度約束 就是線性速度加上角速度與r向量的外跡等於0 套用到一開始的通勢jv加b等於0 j等於一個3乘6的矩陣 左半邊對應著線性像是一個單位矩陣 右半邊對應著角速度像是一個外跡矩陣 針對r向量的外跡矩陣 英文叫Skew Matrix 接下來的算是比較複雜 我就不一個個念了 各位請照自己的腳步 將影片暫停慢慢推導和觀看 首先通勢jv加b等於0 j是剛剛得到的es b是bomb guard stabilization的項目 右邊那個c是位置約束也是位置誤差 我們的位置約束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的質量矩陣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lambda的公式 代入之後會得到這麼一大塊 最後可以簡化成這個 然後得到位置的修正量是這個樣子 就是黃色矩形裡面的式子 然後我們來看怎麼把數學算式套用到程式實作上 首先先計算位置約束的算式 也就是位置誤差c 然後再計算速度約束的算式 也就是速度誤差c. 接著可以算出偏差項 用bomb guard stabilization搭配位置誤差c 然後算出充量大小lambda 最後可以得到速度向量需要的修正量 修正線性速度跟角速度 最後用修正過後的速度 積分線性位置跟角 剛剛的程式再搭配重力積分的話 就可以得到這樣子的效果 也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的 把正方體的一個角盯在空間中的一個點帳的效果 如果要建構一個泛用型的約束引擎 這邊提供一個簡易的更新迴旋範例 首先對速度積分 像是套用重力效果 然後生成所有被違反的約束 準備等一下被解析 接著重複解析不同的約束 用迭代的方式一個一個重複解析 直到趨近於全域解為止 有了修正之後的速度 對所有物件的位置做積分 積分完了 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位置約束不想被違反 這個時候再重複套用位置約束解析 最後來做一個總結 當我們有位置約束c等於0的時候 實行這個位置約束可以立即性的修正位置誤差 使這個約束重新被滿足 這個約束是指對時間積分 對時間微分之後可以得到速度約束c大等於0 當我們實行速度約束的時候 並不會立即性的修正位置的誤差 而是修正了速度之後 對時間積分導致位置的變化 並不會造成更多的位置誤差 速度約束的通勢是jv加b等於0 b這個偏差項我們可以依照需求 讓它成為任何東西 在這次的教學範例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bomb guard stabilization 讓偏差項等於一個 介於0到1之間的修正係數除以delta time 並且乘上我們的位置誤差c 有了通勢jv加b等於0之後 我們可以先算出一個等效質量矩正 jm inverse jt 整個東西再取一次反矩正 有了它之後 接下來可以算出lambda 也就是我們的修正充量的大小 可以看到是等效質量矩正乘以違反速度約束式子的初速 代入速度約束式子中再灌上一個負號 最後可以求得速度的修正向delta v 會等於m inverse jt lambda 記得在推導特定的速度約束的時候 並不用像整個教學裡面一直做一些複雜的矩正運算 這些運算只要算一次就好了 中間會有很多等於0或是可以互相取消的項目 求出最後的結果之後再用這些簡化過後的算式 在程式中實做就好了 好了謝謝觀看 這個教學用到的投影片範例和原始檔 都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的教學 也請到我patreon的頁面上面支持我 謝謝